一些参考的文献是我们近期发表的 非常感谢 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今天来不及回答的话 可以给我发email 这是我的email联系方式 cn3fgm2.edu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杨教授 全面的介绍了乔治梅森大学 NSF的时空协同创新中心的 这个时空快速响应项目 全景式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 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摇杆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 龚建雅教授 来做一个点评 龚老师您在线上吗 好 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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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老师刚才听得见 好的 那个时间关系了 我想呢 这个也没有太多的点评 因为 曹伟呢 讲得很清楚 也做了很多 我想呢 他的工作呢 主要 一个呢 是整合了很多数据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呢 这个有意义的时空分析 我想呢 工程管理方面 这个工程管理方面呢 实际 我不是对他国家有太多的了解 城市呢 现在都用了一个GIS的系统 然后再把这个位置这一块 在做这个 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 现在都把这个追踪 这个病例追踪 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 以这个疫苗检测和这个药物 治疗的药物合在一起 作为四大这个技术之一 我想这个应该说我们GIS 和的是这个位置服务的一个 是重要的一个贡献 那么现在美国和欧洲也都在推 就是以蓝牙来追踪技术 来追踪一个犯者曾经关联过的人 接近了大概两米几率之内接近的人 我们这个武汉大学成立的教授 也把这个软件做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做的一些应用 就是公众和一些管理人员 用到这个地图 刚才超伟这里也显示了很多 我想这个是普通公众和一般的管理人员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地图做了很大的 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直观 第三个就是今天超伟做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比较欣赏的一个 就是政策的年龄指数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美国跟中国呢 就是说这个就是控制 就是说这个病情发展的话 这个美国人就不相信中国怎么能那么早快的控制下来 但是呢这里头是确实是我们感觉是以这个控制的严厉程度有关 但是现在的我们的研究还对这个控制的年龄程度 它的量法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跟我们搞这个GS搞这个位置的人呢 可能要还要深入的研究 刚才超伟这边提到的这个政策年龄指数 我觉得呢这个很重要 那么后面呢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深挖的这个呢 怎么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那条曲线才能降下来 甚至能够把它停止下来 我想呢这 说不算点评吧 三点这个感想 我就说这几句 谢谢 谢谢 龚老师 三点